2014年东盟中国进出口商品博览会将于下月6至8号在曼谷开展 届时中泰两国商家将齐聚一堂共同交流分享贸易商机 2014年东盟曼谷中国进出口商品博览会组委会 与本周发布了这次博览会的相关情况 本次盛会由东盟国际贸易投资商会 亚洲国际贸易投资商会 泰国中小创业者协会 泰国工业联合会 泰国投资者俱乐部和泰国轮船货运商会联合举办 博览会定于2014年11月6号至8号 在泰国曼谷的IMPAC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主办方介绍 博览会吸引了中国16个省的200个商家参展 设计文化产业 机械设备 建筑材料 农业食品 清工日化 能源化工等领域 将为中泰商家提供一个面对面对接合作的良好平台 目前 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四大经济体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 中国政府也致力于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 进一步降低关税 削减非关税措施 力争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 并计划今后8年新增双向投资1500亿美元 并把2014年确定为中国东盟友好交流年 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后 中国很多的企业都想来开拓泰国的市场 尤其是在食品 农户产品等行业 中国和泰国产品的互补性特别强 我们整党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中国的企业 来开拓泰国的市场 开拓东盟的市场 同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泰国的农户产品 泰国的其他的工业产品 开拓中国的市场 所以这次我们整党会期间 我们除了有一百多个中国的传承商 同时我们还邀请了一千多位中国的买家 来采购泰国的产品 我们整党会的目的主要就是 促进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 这是我们的最大的目的 我们整回一年已经 现在今年已经是第四届 每一年的效果都非常好 东盟卫视MGTV记者庄立明 高东东 泰国曼谷报道